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并不是喜欢用生命无常来向佛人 相反的 她要我们认识自己的生命 生命是连续不断运行的 就像流水一样前后相连 无始无终 所以又称为轮回 我们必须有来世不再落入轮回的把握 然而夜决定了我们的生命 转身和一切 不论你往何处或深于何处 夜都会如影随形地跟着你 众生分别的心有了善和恶的念 就感召不一样的过 这种感召的力量就是业力 无论依何种宗教来修行 皆无不可 然而在你做任何事实 都要知道自己是谁 佛法教导你 认识自己和一切现象的实相 实相从来就不是二元性的 取或舍皆毫无困难 是我们的无名遮蔽了它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我们毫无意义地浪费了许多时间 和尽力 毫无目标地以自己生命为赌注 如果你认识实相 那么一切都是清静平等的 没有你我之分 不会因境界不同 而相互怀疑或争斗 享受你自己的境界 但不要批评别人 鱼并不应我们不拔水 看成是他们的家 而责怪我们 我们也不要介意 鱼对水的看法 其实并没有二元的真实外境存在 一切只是你自信的创作 新的本性 新的本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佛陀法教的精髓 被称为佛的内在教法 为何称为内在教法呢 因为外在世界和我们的身体 被认为是外在的 而我们的心灵被认为是内在的 秘密的 这个宗教守在关注利益人心 所以被称为内在宗教 给予这个利益心性的宗教 教授的是佛陀 因此被称为佛陀的内在宗教 这个教法的主要目的 在于显现出新的本性 去利益心灵 如果一个人不了解新的自信 便不可能达到究竟佛果 虽然有多种的其他教法 可带领我们在佛道上旅游 可趋近佛果 但不可能达成佛果 因为佛果只能透过 究竟自信本性的了物 使能达成 因为凡夫被无名所障蔽 使我们不能了解自信的本性 就是习惯的二元性执着 障碍和过去世中种种恶行所成的业障 基于这些障碍 我们现在惊艳了妄想烦恼 也因为这种种障碍 我们不能够了知自信的本性 因此我们一直处在轮回中徘徊 有许多咬之自信本性的方法 分别被称为小称 分别被称为小称 大称和金刚称 其中蕴含了八万四千种不同法门之教授 这一切法门都是为了了知自信的本性 什么是我们所谓的心呢 启发我们种种不同想法 使我们经验种种不同情绪 如我是 我有一个心的想法 这就是心 心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观点上 我们觉得我有一个心 它是真实的 除此印象 我们无法真正注视心的存在 或了解它 那么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心性自身的本体 就是空性 我们所称为心的 并没有形状 颜色 从任何一方面来说 都是如此 没有任何东西 它的自信是空的 但它并不是简单的空而已 它还有明的一面 什么是明呢 距离来说 如果有人在中国或印度 或其他任何国家 去认识天空 大地 其他任何东西 是什么的能力 便称为必 现在空和明之中 并没有任何东西 所有的 是永不断绝的觉知 什么是永不断绝的觉知呢 它是课题的定义 如思想 这是天空 那是大地 那是月亮 那是海洋 那是山 那是山 这是觉知 因此 空 明和 无碍的觉知 一起构成了 我们所为的心 因为心的本质是空 它是永恒的 它永远在 有如空间的状况中 永远不会被摧毁 只要不了悟上述之心 人便永远处于轮回之中 后果了解 体悟自心的本性 人便可答复过 了知自心本性是极端重要的 在大乘中 这是大乘心药所在 正如奶油 是牛奶之本质 恰似心的自心 每一位众生 都具有佛性 就如同 每粒芝麻 都具有油脂一样 无知 无明 就是不认识佛性 犹如穷人 不知自己毛屋下 藏着黄金一样 人的佛心 就如一颗母珠 它是光亮 光明清净的 但是掉到污染物中后 就被染污了 所以众生皆有如来藏 只是受到污染了 修行就是一步一步地 起进污染 把这两种污染 所知障和烦恼障 破除了以后 清净本性显出来 这就是佛性 如果你学习佛法 便可能透过不同的法门 去清除染污和障碍 有如阳光逐渐清除乌云一般 当新的本性已被了悟 佛国也就达到了 一切佛之特质便展现出来 于轮回中 不再有任何疑惑这点展现出来 这样的成就 是有大利益的 而此有奈于了解 自信的本性 佛法的要点在于心性自身 了解佛法将自然地导向了物自新 如果能了物自新 达到佛果便指日可待 毫无困难 走向镇屋的旅程 就是重现发现 这被遗忘的本性 就像波云见月 重新见到本来 就一直灿烂的太阳一样 沉到的过程 就是在了物自新本性 而且让这个了物变得稳定 当初世尊在菩提树下证悟后 佛不是个人名 而是指心的一种状态 佛这个字 是指一种功德 它具足了两个面相 成就者和觉醒者 换言之 是指净化一切染污 并正得全知者 觉者之意 即自觉 觉他 觉万法 是自信的信物 觉知自身 与众生原本清净的如来自信 从会于主客概念的二元状态中觉醒 一 了悟了一切合合事物 无法恒常存在 二 了悟了只要是源自我之的任何情绪 都无法导致快乐 三 了悟了没有真实存在的自我 也没有真实存在的现象 能被绝受 四 也了悟了 证悟是超越概念的 这些了悟就是我们所谓的佛的智慧 这是对全副十项的觉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祝此 Google 第一 请不吝点赞 顾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华波 顾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 华波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诗实 要供焉供 新逢观世音菩萨 即普贤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制业 花莲中心 清明追思礼主 起见礼拜梁黄宝产 点灯供水 护生要供即甘露诗实 小斋超建祈福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13年3月27日星期三 至3月31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医供奉福恩 亲民孝亲报恩 佛教慈悲制业高雄分会 举办八观灾界 祭祖操建普师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4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厄路472号7楼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医供奉福恩 法会设有各项 功德主项目 欢迎提前来电登记 恰询电话 07-221-2323 或07-282-0278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FB佛教中山书房 作曲 李宗盛 请搜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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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搜寻脸